红博社17号报道 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瑞士药厂 针对了6款疫苗分析对抗Omicron的效果 而研究发现12名接种嬌生的人 只有一个人产生对Omicron有效的综合抗体 中国国药疫苗13人中有3人 而俄罗斯的史普尼克V则是表现最差 11人当中完全没有人产生有效的抗体 辉瑞疫苗方面则是能有效产生抗体 只是面对Omicron还是会削弱抗体的有效力 没有染疫的人接种两剂辉瑞疫苗 碰上了Omicron会减少44倍的抗体 而若是曾经染疫过的人 完整接种辉瑞后 遇上Omicron只会减少5倍的抗体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绵延不绝的排队人潮完全看不到镜头 他们都是要赶在禁令实施前 坐上入境法国的列车 法国为了应对邻国 英国的疫情升温 宣布从17号晚间起 对英国的旅客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旅游商务旅行通通禁止 除了严格的旅行限制 法国的新防疫措施 还包括了缩短第二剂和加强针的接种间隔到4个月 民众若是要搭乘大众运输 出入餐馆都必须要完整接种过疫苗 所有的跨年活动还有烟火表演统统取消 就是要全面防堵Omicron继续在境内迅速扩散 而除了欧洲 美国近期的疫情状况也不太乐观 Omicron is increasing rapidly 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已经冲破12万例 比两周前还要增加40% 更比11月初高了70% 复然地区大多集中在东北还有五大湖周边 学校改回远距教学 办公室取消假日聚会 总统拜登更是再次出面呼吁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快去接种 而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 赶快追打加强针 年底耶诞和新年假期 民众的旅行和家庭聚会增加 CDC警告Omicron最快明年1月 开始会在美国大流行 到时和Delta流感三方夹击 可以预想会是一场暗黑冬季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英国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确诊数连续两天创新高 16号单日增加8.8万人 卫生官员表示 境内正面临两种变异株夹击 包括Delta以及新出现 且病例数急速增加的Omicron 更指出未来几周 疫情还会持续攀升再创新高 英国当局也采取新的防疫措施因应 疫情也影响到国内政治 除了新防疫措施在下议院造成争议外 16号英国北蛇罗普郡进行国会不选 选举结果由自由民主党大胜 形同对执政的保守党 以及首相强生应对疫情的方式 投下不信任票 而经济同样受到疫情冲击 该国11月通膨率上升到5.1% 较英国央行目标高出两倍 且是创十多年来新高 因此英国央行16号宣布升息 将政策利率自历史低点的0.1% 调升至0.25% 成为七大工业国中 第一个升息的经济体 也是英国自2018年以来首度升息 本席认为在不明朗情势下升息的决策 反映出劳动市场紧张与过度通膨 都可能对英国影响更加持久 环宇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新加坡当局预测变种病毒Omicron 接下来数周或是数个月之内 可能就会在新加坡形成新一波疫情 因此防堵Omicron本土传播 如今成为新加坡当务之急 如今新加坡决定多管齐下 透过加大疫苗还有追加剂的接种率 以及扩大疫苗接种者的差异性措施 还有通过加强收治能力 来与Omicron共存 新加坡认为Omicron可能形成 比Delta更巨大的一波疫情 因此又必要扩大和加强医疗系统 在必要时把ICU床位增至500个 并且公布一系列的新防疫措施 5岁至11岁的孩童 12月20号起就可以逐步开放 预约接种 预计接种疫苗人数将会超过30万人 截至12月14号为止 新加坡已经有多达96%的人口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31%的人口接种完第三剂加强剂 虽然目前民众只要打完第二剂 间隔5个月就可以自行选择 是否要施打第三剂 不过如今当局也宣布 未来要将疫苗接种设置有效期限 必须接种追加剂才算完整接种 而接种完追加剂之后的观察时间 也从30分钟缩短至15分钟 同时扩大疫苗接种差异化措施 明年2月1号起 完整接种者才可以进入包括高等学校 饭店设施等等室内场所 所有活动不论规模大小 参与者也必须要完整接种 我们都认为政府做的都OK 我这两剂疫苗都打完了 但是现在之后要打booster 我也觉得OK没问题 近期西加坡疫情转去稳定 过去两周时间 单日新增去诊人数都维持在三位数 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少于4000人 相较于高峰期的26000人 医疗量能紧绷的状况明显缓解 新加坡努力靠着多方出击 小心警慎与Omicron共存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南韩自从启动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新模式后 疫情急转直下 让政府宣布实施为期16天的新防疫政策 南韩有超过八成的成年人口 已经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60岁以上的人更是有超过一半都打完了第三剂 但是疫情却还是走向了失控 政府宣布18号起实施特别防疫政策 首尔的公车地下铁晚间10点起 减少两成班次 餐厅咖啡厅等公众场所 都限制在晚间9点以后要关门 补习班电影院等则为10点前停止营业 而大型规模的活动像是婚丧喜庆 体育赛事等等都大幅限制人数 没有接种的人数限制在49人内 完整接种疫苗的则是在299人以内 Omicron持续在各国迅速蔓延 日本冲绳也传出首例Omicron确诊病例 是一名在美军驻冲绳汉森基地 任职的50多岁日本男性 而这个基地也通报了约百人的 大规模群聚感染 主要都是美国的军人 而至于是否都为Omicron确诊 目前还在检测定序中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